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韩昨日,7日,有成千上万的女性走上首尔街头,呼吁政府打击偷胎行为,这是南韩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女性抗议活动之一。 警方估计现场人数约有2万人,但主办单位透露至少有5万5千人参加。 据BBC报道,抗议者大多都是十几岁的少女或二十多岁女性,她们是偷拍的主要受害者。 这些女孩拿着标语和横幅,上面写着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影片。 女性示威者高呼,那些拍摄影片的人,那些上传她们的人,那些观看她们的人,所有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。 出席活动的民众按照主办方的指示,大多戴住面具,帽子和太阳眼镜遮住脸,虽然在南韩发布色情内容是违法的,但网络上经常传播色情影片与照片。 主办单位指出,南韩女性一直担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。 这起抗议活动源自于5月的一个案件,当时有位25岁的女子偷拍了男同事的裸体,上网分抢后随即遭到逮捕。 示威者认为警方迅速破案的原因,是因为犯案者是女性,但对于男性偷拍女性的案件,却以照片张贴在外国伺服器上来推脱南韩偷拍犯罪。 从2010年的1100起,到了2017年暴增为6500多件。 自2004年以来,南韩政府已强制要求所有手机在拍摄照片或录像时,应发出响亮的快门声,但还是有APP可以消音,更别提那些藏在隐藏角落的真控摄影机。